春子挂架,正方形纸张,对脚折,再对这一次 让尖角对起边缘,对折,再对这一次 距离上面的折痕大约在1厘米左右 打开,我们首先沿着外侧的折痕,向上剪 一直剪到距离纸边大约5毫米的地方 在这里剪一个半圆 然后在半圆的下方剪成流苏的形状 打开,将上面这个位置变成春子的吊环 我们只要把形状修剪成水滴形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呢,给它镂空一下 下方这里直接剪流苏就可以 将下方这里全部剪成毛刺 开始画图 我们沿着中间的这条线 先画三个横 最后一个横是长长的 然后把春子的撇和纳画出来 下方就画出日子旁 再把线条连一下 开始剪纸 剪的时候先剪需要用剪刀扎孔才能剪的地方 剪的时候要捏紧纸张 直接沿着线条剪 注意左手与右手的配合 这样一个春子的小画件就完成了 特别适合春节的时候用 一起来试试吧 再说啊 再拉一下 来一看 稍后 再拉一下